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相当的精彩 那我就从几个大方向带各位去看 我觉得政策做多这个产业区块是一个目前我们可以持续锁定的 观光 航太军工 电动车相关的 甚至除电绿能 那我觉得第一个今天来看就是观光 我们刚刚扫着统统可以看出来 哇 涨停了很多观光类鼓 甚至是持续性的创高 然后慢慢的带出来一些补涨的一个效益 而且这次观光我觉得后面会再涨的原因是什么 两岸旅游的开放有望 是涨这一个力多 因为之前你说疫情过后 这个力多已经在去年就已经发酵 你说现在又再涨的 当然类似像三富 可能有财报力多的加持 股本又小 那种股价一飙之后 你看这个三富股价都还可以飙涨成这样 那你说其他的饭店股 这些中低价的 这三富去年看来到现在都涨了七八倍都有 好 所以回到这一次的一个力多就是 陆克来才自由行 就团客 可能团客可以来 那你去看像是什么灿星旅 我们之前谈到的海湾富野 甚至餐饮的新天地 最近都飙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良性轮动 那如果说以位置点来看 我觉得还算真的蛮委屈的 应该是5905的男人湖 因为第一个陆克来台 这种所谓他们的行程 第一个 我印象都没错 这个环岛的旅行是基本的标配 所以第一个男人湖来讲 它在这个全台这个高速公路的 一个休息站的一个部分 相关的餐饮业务的营收 这一块的成长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 而且技术面就是我们现在日线看到这一个 我们不用看其他的个股 大家应该都很熟 那些都已经飙翻天的那些 什么旅行社饭店股 去年以来都涨了好几倍 你看男人湖的股价是一直到最近 黄色那条季线才刚越过 那今天这一根红黑突出去之后 我觉得第一个落后补涨的一个技术面的效应 他可以去期待 第二个就是他在台南安平港去年 跟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机构签约 要在安平港打造全台最大的 这个滨海度假层 跟雅果游艇就紧铃相邻 因为毕竟游艇的事业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台南这一块是积极的一个部件 那预过2027年会逐年的开幕 这个也是男人湖 我觉得未来来讲 在饭店领域 尤其南台湾的一个部分 有它的期待性 第二个我们刚刚谈到嘛 政策做多 它除了是旅游这一块之外 它也切入到余电公司的太阳能发电案 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对于它来说 新日态电力 它在这个过去入主之后 未来每年的营收 可以上看八亿元之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真的要去追 这些观光放电类股 比较落后 真的如果要我挑的话 现在要去选择的话 5905的男人湖 因为价位又低十多块钱 那我觉得这个三富五福 什么燦新旅 这些都可以飙涨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以男人湖来讲 应该有机会 这个是在整个观光放电 政策力多的开放之下 还是有空间 只是说真的 有些涨多的你可能追不下去的 就挑选一些比较低基期的个股去着手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 那接下来再来看就是 航太领域这一块 因为今天是JPPKY持续性的创高 那我们过去有聊到 其实选股的方向逻辑很简单 这个产业的领头羊还能创高的话 代表这个族群的火种 它没有熄灭 那当然军工航太 前一波蛮多个股稍作休息整理 但是你回过头去看 偏于航太 尤其民航机事业这一块 能够吃到订单的公司 其实市场会给予比较高度的平等 因为毕竟跟刚刚刚谈到的旅游 是不谋而合 这个最近常常华航会起来 其实整个全球的航空业 是迈向过去几年 少见的这种疫情后的复苏 所以几两指标像是454亿的成田 它是台湾最大起落价的供应商 像是A320 A321 它供应的比重达三成 A350还达到50%左右 那军机维修的业务 也是它成长性蛮高的一环 它是配合大客户和翰翔一同切入 所以你大概 像这种形态的个股 我会抓白色那条越军线 作为一个上升轨道的支撑参考 昨天那根红K突破之后 代表说 总恩志行的上攻 有机会再见到 去挑战前高的位置去 然后你再看到 像最近机长的是工准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聊到的 良性的轮动补障 你看前一波涨 军工航太长 低轨卫星 工准都没有动 你看过去这几个交易日 量增价仰 连拉的三根长红上去之后 工准的股价也来到三位数 今天又涨停 这个就是 我刚刚一直聊到的 产业你叫挑队的情况之下 把这些好的个股 机优的个股 比较落后一点的 你把它抓出来 其实在这一波 你不一定说 一定要追最强势的 你说最强势的 你买不下去没关系 你说JPPKY涨那么多了 从去年50块不到 涨到160 你说前面到底要不要买 都越看它涨越高 你不敢买 没有关系 你看像工准 它就有这种补涨的效应 我们刚刚聊到的成田 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存在 所以这个 这个全国的逻辑 我觉得你就找这个方向去走 再来就是 锄电 绿能 碳权 这一块环保的议题 我觉得它是一大项 就是洁净能源 然后 锄电设备 到碳权的一个交易 那 碳权里面 这一波我觉得 最具指标性 你要关注的应该是 所谓碳盘查软体的公司 因为你未来所有要做的所谓的碳权交易都好 你最早 最先一步的那个 step one 一定就是碳盘查 你碳盘查做好 你才有碳足迹 碳足迹的标签 碳足迹的认证 你排了多少碳 你才能不能交易 甚至未来你的商品 能不能迈向欧盟等等国家 怎么刻它的碳费 碳碳碎等等 你的碳盘查 相关的这些 基本最先一步 你要做好 所以 其实这个的获利 其实已经在这些软体股 已经展现出来 你看像今年飙涨的两档 贝利跟瑞洋 这个是期待有志的 因为像先前滑指 大家会觉得 比较有一点虚无缥缈的想象 因为毕竟碳汇的部分 也还未真正的交易 这个还没有这么快上线 但是碳盘查是 现在上市柜公司 ING的进行室 甚至未来几年 中小企业 全部都要导入碳盘查 不然你的东西 你没办法跟这些 上东下游的产业链做生意 你没有所谓的碳足迹 碳盘查的认证 这将来你是走不出去的 所以瑞洋 跟这个贝利都飙涨之后 最近一档也很夸张的是 冬结资讯 6697 6697冬结资讯 也是近期有宣布 它有自有的 这个碳盘查的软体要推出 你看它过去 一直到五月份 都没有涨 都在量缩整理 你想想 这一波的软体资安股 今年是怎么涨 它都不涨 结果最近突然应该 差不多五天五根涨停吧 很夸张 这就是补涨的效应 有一些题材的一个带动之下 就会反映在股价 那当然我觉得 比较委屈一点的是 8099的大事科 它是一家 获利配息相对稳健的系统长 那很早以前 它就切入到 否器业端 所谓净零碳排 ESG的一个 解决方案的一个 这个领域的部分 那我觉得对于大事科来讲 这一块的一个营收获利的贡献 其实我觉得 对于它现在的股价 是有点委屈 我们刚刚聊到那几档高价的 什么瑞阳贝利 今年都涨四五倍 大事科的获利 我觉得并不会比其他家差 而且 它还有切入到这个 所谓AI的这种 叫做智能线上助理 它的一个叫做 IBO AI的智慧文字机器人 已经打入到很多像 企业端 然后服务业的一个线上 24小时的自动化服务的一个产品 这个我觉得算是 它的双成长引擎 有碳盘查 又有AI软体的运用 所以大事科的股价 今天也是带量攻高 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就是说过了前高之后 整个趋势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是 量可是不少 对 尤其最近你去发觉到 就是说 前面有些量少 GU股可能很多头证不敢说 这我认同 因为它流动性的问题 但是这种GU的个股 一旦量放出来之后 其实那种有时候 波段的走势 它就也是已经成型出来了 你去看 我们类似好 就同族群产业 我们之前调到的 什么贝利瑞 也是量逐渐放出来之后 整个趋势就拉升上来 甚至刚刚谈到的 冬结资讯也是一样 你看量 量一出来之后 那种股价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涨幅 这种就成型 所以我会觉得 以刚刚谈到 类似像大石科的部分 价量结构也配合得不错 那观光的相关的产业 其实我们今天尾盘聊了这么多 都是围绕着 大概第一个 政策做多的 那当然有一些中小型个股 我觉得就是反映到 业期的部分 像最近很强的顺耀 是有拿到乌克兰 它的止痛针 拿到乌克兰的认证 那未来对于它打入欧洲市场 是大的一个加分 所以你看股价 就是有这样的产业力多之下 走自己的路 2399的印太也是一样 因为上周就传 有切入到国际的充电桩的 一个电动桩的 工业电脑相关的电单 那印太的股价 也是两天就冲上去 所以一些转机性的 获利的成长股 我觉得也是在现状 投资人可以多做功课的 一个表地